我們這裏是支聯會職公民和天安門武槍運動的街站 我們今年六四三十二周年快到了 我們現在在街站上有避了蠟燭 有避了蠟燭堂 希望各位市民經過我們的街站都可以拿回一支蠟燭 在六月四日的時候 和我們一起記住六四的屠城 悼念六四的死難者 大家經過我們的街站都可以過來拿回一支蠟燭 簽個吊燭策去悼念六四屠城的死難者 今年悼念六四的活動是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壓 我們支聯會很多常委現在是在獄中或者被控告 但是我們亦不會就這樣放棄 我們都希望深水埗的街坊朋友 可以繼續和我們一起 堅持這一場平反六四的運動 在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八點鐘 無論大家身在何處 都希望可以一起點起燭光 我們這裡準備了蠟燭 我們希望現在就把這些蠟燭交到各位手上 然後六月四日的時候 大家可以和我們一起 點起這個無黃六四的燭光 去延續這場已經有三十二年的運動 多謝大家 我們這裡是支聯會 即公民和天安門母親運動的街站 今年六四三十二周年 今年六四三十二周年 但是香港 現在是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 政府 似乎都很不想再見到維園的任何的燭光 但是我們是不會就這樣放棄 我們都希望各位市民和我們一起 堅守這個已經有三十二年的平反六四的運動 我們現在希望將燭光交到各位的手上 在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的八點鐘 我們一起守著這場已經有三十二年的約定 點起悼念六四的燭光 無論你六月四日可以身在何處 可以去到維園去到銅鑼灣就留在深水埗 都希望大家在六月四日八點鐘點起燭光 我們現在就希望將這支蠟燭交給各位 希望各位可以和我們一起堅持下去 堅持這場平反六四的運動 在六月四日八點鐘繼續點起燭光 向政權表示我們香港人還未放棄 我們仍然會堅持抗爭 堅持守護真相 無論是六四的真相、警暴的真相 我們都要以我們的行動 一步一步去守護著我們自由的空間 各位市民 我們這裡是治療會 即公民和天安門補槍運動的街站 一起堅持延續這一場平反六四的運動 點起悼念屠城死難者的燭光 我們已經是向警方通知了我們維園的集會 當然我們現在不知道政府會怎樣反應 但無論如何 平反六四的燭光 不會斷絕 我們都希望各位市民和我們繼續一起守護 這個悼念六四的燭光 希望大家經過我們的街站 可以接過我們義工手上的蠟燭 然後在六月四日的八點鐘 六月四日的八點鐘 一起守著衣場已經有32年的約定 一起點起悼念六四的燭光 無論那時候你可以身在何處 無論你是可以去到維園、去到銅鑼灣 就是留在深水埗 守護警部的真相 守護所有政府想要抹去的真相 希望各位市民、各位朋友和我們一起 和支聯會、天安無母親運動 等等還在這裡堅持的人一起 在這裡叫四日點亮 平反六四的燭光 追究屠城者的責任 爭取民主的中國、民主的香港 各位市民我們這裡是支聯會 天安無母親運動 和公民的街集 我們今天在這裡 就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香港的民間團體還在這裡堅持 我們還是要堅持我們平反六四的運動 這一場已經有32年的運動 無論政府是想怎樣去打壓我們 無論政府把我們多少的戰友 拉入監獄 我們也都不會放棄 也都希望各位市民 繼續和我們一起 堅持這一場 三十二年的平反六四的運動 希望大家可以過我們的街站 接過我們耳工手上的蠟燭 然後在六月四日 和我們一起點起這一支的燭光 悼念六四的死爛者 維園的燭光 延續了三十一年 我們不會讓它在今年斷絕 我們也都希望各位市民 是繼續和我們一起堅持 堅持在六月四日 點亮悼念六四死爛者的燭光 我們這裡有單張 有調焰賊 有蠟燭 我們不會知道六月四日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都希望調焰賊 和都接過我們耳工手上的蠟燭 然後在六月四日八點鐘 一起守住衣場 我們香港人已經守了三十二年的約定 繼續去點亮燭光悼念六四的死爛者 我們其實是一如既往 是申請維園的六四晚的集會 當然我們現在會知道政府會怎樣反應 但無論如何 悼念六四的燭光不會斷絕 而悼念六四的燭光就是很需要靠各位朋友 和我們一起延續下去 希望各位經過我們的街站都可以接過我們的蠟燭 然後在六月四日晚上八點鐘 一起閃亮這支燭光 政府想熄滅維園的燭光 我們就用我們每一個人的行動跟它說 你蓋得色一個地方的燭光 你蓋不色全香港的燭光 只要人心不死 悼念六四的燭光都不滅 希望各位市民經過我們支聯會 天安門母親運動 即公民的聯合街站 都可以過來拿回一支蠟燭 電子的也好 傳統的羊粥也好 然後在六月四日八點鐘 和我們一起 點亮平反六四的燭光 點亮結束專政的燭光 這個是支聯會天安門母親和積谷盟的聯合街站 32年了 在香港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悼念了八九六四 這件事32年了 在維園的集會從來未停止過 在今年 紀元會已經提出 向政府申請 我們繼續堅持 堅持在維園悼念六四的集會 這個 不只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堅持 也是香港抗爭運動的堅持 當年悼念六四 香港也有超過一百萬人出來遊行 同樣在反修例運動裡面 我們香港也有超過一百萬人出來遊行 八九六四 這場民主運動 有很多人很想我們香港人不要再記得 同樣地 反修例運動 七二一 八三一 也有很多人想我們香港人不要再記得 這個是記憶和遺忘的戰爭 如果我們可以輕易放棄堅守悼念六四這條線的話 將來 將來 我們都一樣 避迫遺忘 反修例運動發生過的事 就好像七二一八三一一樣 我們今天的最 rarely會議到 完整個市場 到市場 在1989年6月5日 曾經有一位先生登報紙 發表了一份聲明 裏面講著 尋設哀悼所有壯業成人的 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拳者 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 致崇高敬見 這位先生 是你的前特首梁振英 有很多人 很不想我們再提起六四這件事 六四 除了是一場民主愛國運動之外 還有一塊照擾鏡 還有一塊照擾鏡 你會見到很多人 在時間的充洗之下 按風洗你 你會見到很多人 根本沒有堅守到原則 但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我們大部份的香港人來說 這一場 是一場記憶和遺忘的戰爭 從八九六四開始 香港人的覺醒一直延續到今天 到今時今日 政權千方百計 很想我們不要再堅持悼念六四 香港人不要放棄 就算今年不可以在維園繼續燃點起燭光 都請你用自己的方法悼念六四 請過來簽個名 拿一支蠟燭 延續我們香港人 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 延續我們香港人 在八九六四開始 延點的爭取民主的意志 這裏是支聯會 天安門母親 以及職工盟的聯合街集 請大家過來簽個名 請問大家好 我們是天安門母親聯同支聯會職工盟 今天來到深水埗 歡迎各位市民 今年的六月四號 無論你身在何方 也希望你點起燭光 我們每一點的燭光 是證明香港人的良知是不滅的 無論是六四 還是我們香港人的抗爭 我們為了自由民主 32年前 和中國的民主運動 一起並運連結 32年之後 我們依然繼續堅持爭取 今天我們來到深水埗 今天我們來到深水埗 是呼籲大家 六月四號 無論你在哪裏 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點起燭光 今年的每一點燭光 是非常之重要 是證明我們香港人的良知分別 今年的燭光 可能是圈地開花 我還會在同一個地方 總統 但不只要 最重要的 是我們香港人的良知 就是靠這種中章 告訴全世界人 我們是夢忘記 我們不單止 忘記中國大浪 這群七八十歲的 爸爸媽媽 他們的兒子女女 在1989年 被坦克車壓死 被機關槍射死 他們就是天安門母親 他們一直堅持了32年 為的就是希望 在我們中國這個土地上面 不要再有政權 去毆打 暴殺我們的孩子